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观众当然比较关心周深的信息了 本来以为作为公演那是选手的舞台 发起人应该没有表演 最多能够看到他们的点评 但是看了现场网友的反馈发现我错了 第二次公演居然有倒石秀 而周深也会在第二次公演上大展拳脚 不仅仅用五国语言还是以唱跳的方式演绎了创色的主题曲 除此之外呢 现场的网友还收了很多关于周深的信息 周深这次呢是用耳麦唱跳 周深呢只用了四天时间就已经唱跳得很好了 更重要的是周深在唱跳的过程中唱得依然很稳 展示了极高的唱跳功力 而且周深还再次学了小白周 现在呢有观众还直接叫周深小白周呢 只不过得到了一个周深的白眼 当然还少不了周深在现场活跃气氛 以及专业而暖心的点评 第一次公演周深因为有事没能参加 很多喜欢周深的观众都有些遗憾 到了第二次公演周深不仅仅参加了 还表演了节目 用实力给现场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当现场的网友把这些信息公布之后 很多看了这些信息的周深粉丝 都有些迫不及待的希望 第二次公演的到来了 与此同时他们也开始担心 担心关于周深的这些表演会被剪掉 这种担心都得多余的 毕竟第二次公演是选手的舞台 关注的关注点呢 应该是在选手的表演之上 如果导师秀太过于精彩 可能会悬兵夺主哦 就如创四的第一期 虽然有导师秀也在正片当中播出了 但是只是一小段 并不算是一个完整的表演 所以粉丝的担心有他的道理的 但是不需要太过担心 毕竟现在是流量时代 周深可不仅仅是有实力 他还有流量 周深的表演非常容易上热搜 非常容易被粉丝自发的宣传 非常容易被更多的路人看到 而这些关于周深的流量 有很多是会引流到创四的身上的 这对创四而言好处多多 创四的主办方本来就是 非常擅长制造流量制造话题 周深在第二次公演用五国语言 唱跳主题曲 就是一个能够产生很高流量的话题 他们怎么可能错过呢 因此周深在第二次公演的表演 即使会被剪 也应该是如同第一期那样 剪掉一些 但精彩的部分应该都会保留的 当然最好还是完整的放出来 让周深在唱色留下一个完整的舞台 吃瓜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分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频道的话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的同学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优兵的小铃铛哦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 拜拜